哈囉大家好 歡迎又來到我們這個新手教學的部分 OK 那我們這邊稍微轉個畫面一下 好 我們今天新手教學部分要帶來 上一個文明是英國 再來就是法國 這兩個文明基本上比較適合新手入門用 那由於最近夏日特價 之前夏日特價的關係 所以有蠻多 玩家應該會選擇加入斯基帝國這一個 RTS的戰略遊戲 那就是即時翠綠遊戲 那 我也考慮到就是說 有新進玩家進來 所以我們針對這個S5最新賽季的一個法蘭西實戰 法蘭西實際戰鬥上 在運用在天梯上他可能會面臨的狀況 那去做一個開局給大家了解 那我們也對著節目做一些安排 那首先 因為是要for一些新人 所以我們先看一些我們針對法蘭西的科技術 OK 好 法蘭西人 首先大家進遊戲裡面 基本上也可以從了解那邊得到這些資訊 那不然的話進遊戲內也有 首先法蘭西是三顆星裡面只有一顆星的難度 那當然這個歷史大家可以繼續了解一下 840年到1559年 主要是貿易騎兵 還有大型箭塔文明 那這個比較特別 那我們可以針對法蘭西幾項的一些文明特色 我們先做一些 算是簡介介紹 第一個法蘭西這個 皇家騎士 是時代2的時候他就可以使用 是一個強大的金馬單位 基本上其他國家都要是時代3 大概只有少數文明 比如說法蘭西 那羅斯 跟我們現存有的這個馬力 馬力小金馬 還有我們蒙古也是類似小金馬 所以時代2他就有強大的這個金馬 可以用 那再來就是 他的經濟科技的部分 經濟科技的部分大概就是 他的支援 支援的一個 建築物基本上都有 50%的一個減價 所以這算是他的一個特色 再來城中心 基本上他不需要解宋朝 他就有小宋朝之稱的這個 法蘭西 生存速率 會有提升 分別是10% 15% 20% 25% 那10%就是黑暗 那依序就是黑暗封建 城堡帝王 那貿易的話 基本上他的貿易車隊 你可以 如果你什麼都不切 你一開始生出來的話 基本上他就是取回的東西 就是黃金 那他下面有一個Z跟X 分別可以分配到肉以及木的單位上 那其實算 以貿易來講 法蘭西算是一個蠻靈活的貿易方式 那如果你是從事海上貿易 還會多20%的一個支援量 鐵匠布的話 基本上你只要一蓋 他的進攻的會免費送你 隨著你升時代 他的比如說你升的封建 他的一攻就會送你 那你又升了一個城堡 他的二攻 就是城堡時代的一攻 一樣他會再送你 那當然其他的你要再自己研發 那這個必須你蓋 蓋鐵匠布之後 也就是兵工廠 你蓋下去之後 他才會給你的東西 那影響力的部分 就是大型箭塔 就是我們俗稱的城堡 那你在他周圍 蓋兩種東西 兩種建築物 他會有優惠 一個就是馬舅 第二個就是射箭廠 就是這個 第一個就是射箭廠 跟馬舅 他會有減價的一個效用 當然你可以在同其他的這個 比如說時代三的科技 比如說 這個 皇家學院 裡面還有其他的一個比較 進階的就木兵 獎勵的部分 他還會在進行減價 他還會在進行減價 那剩下的話就是比較 算是他的文明 再來就是他衝鋒後會有一些 加成的效果 持續5秒 這個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功能武兵的話 基本上也是他特殊兵種之一 不過要城堡才可以用 基本上公主兵是蠻猛的一個單位 遠近坊基本上幾乎都蠻高的 那也有針對公主兵一些科技 你們也可以選擇去原發 如果你們想要用的話 那加龍炮主要就是火炮 火炮的 這個凡希的火炮 基本上也比較猛 那這個凡希的這個三位戰船的部分 也是蠻厲害的 柯克船也是 那基本上這個 大概以凡希我這邊簡介 就是前面這個文明簡介 大家看一下 那當然大家如果疑問的話 你可以自己去稍微點一下 這下面都可以 下面都可以讓你看到 那包含地標這邊 OK 那我們這邊就是 以後依時類推我做的新手教學部分 前面都會稍微對這個文明上面的差異性 稍微做一個簡介 好那我們這邊 準備進入我們的這個 主題啦 OK 好 然後我們的主題開始 那 一開始我們的法蘭西就一樣 這六 六村一樣呢 去直接 城鎮中心這一隻羊就直接吃了 那在你周圍的羊就直接把它 直接拿回來 再來一個比較特殊的狀況是 第一個 我們先打開地圖 這樣是沼澤地 所以這張圖其實基本上 蠻適合 這個算是S5賽季裡面最新的一個圖 蠻適合拿來做 雙TC 雙TC的戰術 對各個文明 其實都可以偏濃一波 那中間這個漁場基本上都蠻不錯 OK 那第七村一樣 把蘭西這邊 他的生出來的第一村 一樣是直接集結到肉上 不過呢 他要記得蓋一個房子 不然你可能會面臨到 你會有這個村民卡存的效果 那也就是一開始 把這個城鎮中心 這個八隻 八位村民去採羊的部分 先把它湊齊 那記得我們的這個 一開始你出去都稍微要圍右靠 你也可以學 迪姆斯林這邊稍微圍右靠 這樣繞一圈回來 先把你可以拉回來的羊都先拉回來 那這邊補完八村之後呢 基本上你就要開始補四村的金 所以現在就是開始準備補四村心 大家也可以針對小地圖看一下 迪姆斯林這邊的這個基本上 屬於靠自己比較近的這半圈呢 半近你要先把它探完 那這個是天梯實戰場對戰 魯西弗蘭的部分 因為一開始他這邊有遇到一個黃色 黃色的刺喉 就是魯西弗的刺喉 那對方可能在比走位的部分 所以你必須要趕快把自己周圍的羊給繞乾淨 那我個人是覺得 Demuslem這一個版本的法蘭西 基本上我覺得是比較 我個人認為 我個人認為這一個版本的 法蘭西極限版本比較 比較適合應用在實戰上面 而且比較好一點 那我個人的用法是稍微有稍加改變 所以就是大致上是不會差太多 但是有稍微稍加改變一下 那OK現在這邊羊就拉回來了 那這邊就一樣 羊拉回來再繼續去探 那這邊就是補到四村之後呢 這邊要再補第九村的村民 趕快把它補起來 那第九村的村民補完之後呢 記得要從這個食物這邊拉四村 拉四村出來 我準備要蓋地標 好準備要蓋地標 好這邊終於可以蓋地標 那四村拉出來 直接蓋地標 直接蓋這個奇兵學校 那我覺得這個版本 我覺得算是比較剛好 那進封劍差不多在四分出頭 四分出頭 那再來呢 我們這今天主要要講的 法蘭西這個版本呢 如果我不是講單TC 今天主要是要講雙TC的配置 那為什麼不是講單TC 因為單TC有點算是 現在法蘭西的另外一個變形玩法 那 那一個玩法會比較複雜一點 因為那個玩法 可能 你對於這個文明 比如說 一開始還在摸索 你會不知道要怎麼用單TC去選擇 貿易一波去賺你的資源 或是什麼點該資源 什麼什麼該做 所以倒不如先學正規的就是雙TC 那你在後面去求你的法蘭西怎麼樣去變形 讓他變得更強 前面壓制力很足 後面你一樣可以上成 好 那記得 記得要拉一村 過來蓋一下這個 墨房 那這邊就是 這邊就是 維持六村 這邊是七村 其實你一開始這邊九村 拉四村過去的時候 這邊剩五村 那他補出來的第六 這邊露的第六村 其實你就可以 蓋來這邊 拉墨房 繼續補 那這邊整個目前狀況是七村 然後記得要蓋一下你的 再拉一村過來 蓋一下你的 伐木場 那注意 因為Demerson這個 操作是比較極限 也就是你這邊 維持七村之後 他再生出來你要趕快去補木 為什麼 因為你這邊快要卡人口 所以我的做法是稍微有點變形 但這個 這個Demerson的教學裡面 目前實戰天梯裡面 我先不講我個人的一個調整的方式 好 現在目前都是直接補 補木 有沒有補到三個了 好 那這邊是 目前是 七肉的部分 那基本上七肉部分 你還是要繼續補肉 因為不能等一下 你等一下 這個 村民 你要養村民又要養金馬 你會調不過來 好 那等一下上了就可以馬上點第一隻金馬 有沒有一開始 你看有沒有 他這邊其實是會有點小卡 不過他這邊是接近一拜一拜 也就是 剛好好 然後你差不多會稍微卡到一點點 那幾乎是沒有卡 那你這個金馬也可以生產 這邊就開始補這個 補這個什麼 補這個木頭 那剛剛可以看到 大家就是 你剛剛注意看到 就是他那個 那幾村 四村蓋地標 是不是都回來全部吃肉 那這邊就是 出來的目前 繼續補 繼續補你的這個 繼續補你的木頭 現在已經到六了 好 那出來的這個金馬 基本上 你就要開始往前去 除了你剛剛封建在探地圖之外 你就要開始往前去做一個騷擾 好 你剛剛開始往前去做這要騷擾 好 那別 當然好 這一場對戰裡面 是法蘭西對法蘭西的對戰 所以這邊不小心被沖死一村 你在實戰裡面就是會這樣 好 那在 這個我們 金牌 含金牌場以下 你應該也很容易會遇到內散 尤其法蘭西英格蘭這個也蠻多人在玩的文明 好 這邊你看他的金馬就是陸陸續續的在點 那現在已經補到 這邊已經補到這個 七村了 那拉了一村來蓋這個 射箭場 那個 軍營 主要目標就是防對方的金馬 那這邊就是去對方家繞一下 那 記住你的金馬就是要去對方家繞 那或者是你現在還沒補出 這個軍營的時候 你的金馬就站在你的金區 生出來的金馬站在你的金區 會保證他對方不敢來騷擾你 好 OK 那現在就是一樣嘛 我們也是金馬去換對方 就是換去騷擾對方 那 等一下這個 對方看對方金馬也是會跑雙線 所以你這邊也是要非常的注意 那是有感受到危險 你還是要趕快收穿 那 額外再提了一點就是 你上風劍之後你就要趕快去點這個 輪軸 所以 你可以看到這個 一上風之後你的黃金一定是夠的 你要趕快就點輪軸 那包含這個 雙擴斧科技 你也要拿損時間拿 那 還有還有這個 那 不過現在因為在補TC的關係 所以 DEMOSIVM這邊是先點了這個 輪軸 輪軸先點 注意啊 經濟科技對於法蘭西來講 是 後面是一定都要全拿 而且對於法蘭西來講 點經濟科技是 是 比較容易 相對性比較容易 那 在你這個槍兵 實際補出來之前 之前呢 你都是 法蘭西會 你的金馬有時候 選擇性 有時候你如果內戰 你會待在家 那 補出來槍兵之後 你就可以開始到別人家 就去run一下 那別人家 這個基本上也是開始這樣子 也是開始 我也一樣 跟你 跟你這邊一樣就是 會做一波騷擾 那 基本上這邊是 被沖掉的 一村 所以理論上 你在正常開局的時候 應該會是一樣 現在應該還是四金的部分 也就是你不會斷金 你的肉 跟你的金 都不要去亂調 那 因為他又調了 原本是一村的肉 他又調兩村過來 為了什麼 為了因為你除了養村民養這個 你還要再養這個 你的軍營 要殘一些殘養兵 所以在對戰天地上 不會像你跟電腦對鏈一樣 那麼簡單 就是你打人 他不會讓你那麼順利去補TC 那這個狀況下 因為 法國基本上 他是比較有強勢 控圖的文明 所以這時候 你就可以考慮去對方家 這邊開始繞 你可以看到對方在補 補石頭的人 那你就可以考慮去點他一下 考慮去搜一下他的這個 石頭的部分 你看現在你也被跑了 實際上在天梯對戰裡面 不會 不會 當然你必須把流程 就是剛加進來的朋友們 你必須把流程練手 但是你的 就是說實際在天梯對戰裡面 敵人可能不會讓你 尤其在你越高段位的狀況下 敵人可能不會讓你這麼好的 把這個流程練得這麼輕鬆 好OK 那我這邊做一個小提醒 就是 今天你面對的是馬國 你要補這個軍營 那如果呢 你面對的是 像說 對方打的是 常攻兵加長將兵 那你除了原本正一個奇兵學校之外 你要 第二個你要補的是 所謂的射箭場 那我們今天講一下建築學 你就是蓋在這邊 那你的 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就是減價科技 就是有馬舊跟射箭場 所以你的馬舊跟射箭場 就要圍著城堡 那你城堡還沒 蓋出來之前呢 你左邊這兩側 你可以一邊蓋 一邊蓋你的馬舊 一邊蓋你的射箭場 你就並排著蓋 然後蓋一個M字形 蓋一個M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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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城堡塞中間 最後一圈你再把它蓋起來 這樣會剛剛好 雖然今天又是法蘭西對戰 所以你要蓋 你要做的是 一個馬舊 原本的奇兵學校 加上一個軍營生長長長兵 那在這個過程中 你就可以 開始 剛剛這邊 你挖組了400木之後呢 你就趕快 幹什麼 把你的村民拉過來 全部拉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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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頭這裡趕快採 那你在生出來的村民 就往你的木頭這邊開始射 那 當你這邊開始在採石頭的時候 你的兵呢 就也不要生產太多 你就慢慢的生產 那你看你同時間 你其實還是要去燒好對方的金 或是石頭的部分 他有在補 Tc你就要燒好石頭 那你有一些兵力 你要選擇性留在家裡 你如果說你在補石頭 你就要趕快在石頭的那邊 也是佔一點兵 你看都有佔長陽兵 那這時候拉幾村過去 是會一個重點 比如說你食物原本是三村 那你可以考慮說 你要補Tc的過程中 那你乾脆就留個大概十村就好 九村是 如果你有點害怕 那你就留十村 那至少要 要留有大概八九村左右 那你就是剛剛這邊伐木的 你就可以全部抓過去 挖石頭 那你生出來的點 就趕快再繼續伐木 那你可以再拉 額外拉 三 三到四隻人過來慢慢補木 等一下石頭挖夠之後 基本上你就可以選定 你要拍哪一個寶的地方 那理論上 開Tc最好的方式 應該是比如說 像這個點倒是不錯 然後再來就是 你如果真的很害怕 你就開家裡附近 會比較好 會比較好 對 那再來就是 我們現在繼續看著 繼續前進 在這個過程中 基本上對方也在 要補Tc 你看他現在也是在 踩石頭 所以基本上你要趕快 趕快的這個 把你的資源採集好 然後趕快下Tc 充實這時間 你也要趕快去run他 那這邊比較不建議的就是說 如果你是一開始加進的玩家 因為這張圖中間會有一些魚群 那我不建議說你是來這邊開寶 那因為你看他來前線開寶 他是一下拉 將近20吋出來開 因為你在外面開是很危險 我會比較建議 大家是開在你的後方 有沒有看到 冰來了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這就是實戰裡面會發生的事情 就是 敵人不會讓你那麼容易的開寶 那一定會發生這種事情 那我會建議你們要開寶 比較安全 所以你開Tc 我建議還是開在比較安全的地方 比如說開在你的這個地方 那陸群這邊有點前面也不太建議 那這邊也是有點前面 那你們可以看到這個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Rucifron這邊就是有過來開始做騷擾 所以你在開Tc的時候呢 基本上你的兵力也要帶上來 你的村民要夠之外 你的兵力要帶上來 那也就是他是利用 這時候你有雙Tc 10分內 9分半你就開起來 這個在實戰裡面是 你在這個時候開Tc 在這種時間點下 下Tc其實是有時候算正常 因為你前面 雙方大概會交戰一波 那如果對方 今天這樣講 對方不是法蘭西文明 或者是對方沒有什麼兵的狀況下 那 他選擇農Tc 然後又不是會騷擾你的狀況下 你可以再更快 可能大概 6到8分之間 你一定可以補完 那我們可以看到 Rucifron這裡 你可以看到這邊 其實他補外這邊 比較安全的地方 有沒有 而且是在短邊這邊 圍一下 這邊圍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大概就是 大家就是 依此類推 當你補完雙Tc之後呢 你就要開始注意 別人你要開始判斷 對方要跟你打一波大封劍 還是說 對方也是 稍微跟你稍微打一下 緊接著對方也要上層 那這時候你就要去判斷 那原則上 對方 也是法蘭西的狀況下 你就只要下馬舊跟軍營這兩種 那後面你如果要再混一些弩兵 就是上城堡的事情 那原則上整個實戰裡面的一個 天梯雙Tc 法蘭西現在目前是 以雙Tc會比較強 因為你打單Tc的話很容易 法蘭西就前期優勢打著打著 越打越後面就 就幾乎會投降 尤其是法蘭西單Tc的狀況 雖然說他有 生產村民的優勢 那後面你就要開始調配你的肉 木金 尤其你要上層的時候 你的金要不斷的加重 或者是你要不斷金馬狀況下 你的金就要不斷的一直加重 現在就開始在 不斷的在補黃金 那你現在這邊補黃金 這邊補肉大概是一個要上層的趨勢 那 這個 這個木頭量大概就維持在這邊 那記得你的雙Tc補完之後 基本上如果你有餘育生科技 那你就趕快盡快生一生 或者是 這個鐵匠布你還沒蓋 你又趕快蓋 像這個Demusum這邊也蓋好了 那 Demusum這邊看起來是沒有蓋 欸有有有他蓋在這邊 剛剛這邊這邊沒有視野 我們把它打開看是有 那雙方看起來就是 沒有要大量投資 雖然說鐵匠布有蓋 但是就是都少少的生產 少少生產少少的亂這樣子 那就趕快要抓一個 你的經濟要趕快拉起來 建設 建設經濟 還有跟對方周旋 你要多少兵力 然後要不斷去探一下對方 再來就是你要決定你要不要上層 然後 一些防禦公式該圍的牆 這時候你就要思考一下要不要圍牆 或是哪裡該圍都趕快圍一圍 那我覺得這一個法蘭西基本上 呃 大概是 呃 今天這個天梯實戰裡面呢 對戰內戰法蘭西 那尤其 你不是對戰的狀況下 其實以現在法蘭西天梯裡面實戰 其實都是不雙TC的 那大家就是大概可以 可以藉由這個 呃 Demusum實戰裡面呢 大家去了解一下這個 詳細的一個配置方法 那大家如果有看肉 你就是 直接 直接 再回放一下 直接再回放一下再看一下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 重複一直看啊 那 我自己的用法是 我針對Demusum這一個 這套流程有稍微再更動一下 所以基本上應該 我用的是蠻順的 那我也覺得他這個方 他這一套感覺 目前比較適合我 然後我在打的方面 金馬也不會比人家慢 那還有再 要不要補TC 那要不要 要不要打一波等等之類的 都還算 夠你時間去反應 然後你也不會吃太多虧 畢竟法蘭西這個文明 你有 生存加快的速度 你有這一個天生的優勢 那你後面可以去決定你一些戰略 對戰方面 大家還要多多的去看一下 還有TC開始 這個沒有那麼把握 你不要開那麼前面 我們就開後面這邊就好 開後面這一邊的這個 這個路區 果區 這邊還是豬 這樣就好 開保守一點 那對於新手 比如說你在前面開TC 你又不知道怎麼防守 對對面衝車一來 你可能就會手忙腳亂 那以上這就是我們今天 Demusrum的一個法蘭西 前期單TC後面補雙TC的一個 大致上的教學 那法蘭西內戰來演繹 那如果你是對上的 不是法蘭西 是其他 不是是其他文明的話 那你可能就要補的是射箭場 那你對上金馬文明 補的呢 就是 軍營 OK 那大家就去複習複習一下 這個法蘭西文明的特性呢 還有再來就是補雙TC的流程 補雙TC的流程 那 記住就是天梯裡面 對方不會讓你補的 補雙TC是 一隻兵都沒有的狀況下 是讓你補雙TC 那你裸放雙TC 通常都是會被懲罰的 那我們今天的法蘭西教學 高手的這個 征服者3的教學場 就到這邊 我們下一次再見囉 拜拜